大陆突然宣布延长对台湾地区的贸易壁垒调查将会延期三个月 那有两个细节表明大陆此举并不寻常 岛内媒体更是认为大陆是给台湾地区大部分民众一个机会 那这两个细节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延长这个对台调查是大陆在给机会呢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这里是东东乞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根据环球网的报道啊 在10月9号的时候这个商务部的官网发布消息 表示对台湾地区的贸易壁垒调查呢 将会延长三个月的时间 截止日期呢是2024年的1月12号 在今年的4月12号的时候 商务部宣布启动对台湾贸易壁垒调查的时候呢 就特别的提到说这个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 调查将会延长三个月的时间 那由此可见啊 这个特殊情况的已经出现了 这次商务部公告当中呢 其实有两个细节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啊 其一呢就是特殊情况出现 证明台湾当局实施这个贸易壁垒政策的做法呢 比外界预想的更恶劣 那在初步的调查当中呢 商务部已经查明就是这个 台湾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实施了贸易限制 涉嫌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 大陆多次表示台湾当局应该履行世贸承诺 然而呢对大陆的劝告啊 这个台当局不仅不予理会 而且还变本加厉的打压大陆企业 扩大限制大陆的产品进入岛内市场的种类 还将这个两岸正常的贸易受阻的这个责任呢 推卸给了咱们大陆这边 因此大陆决定延长对台贸易调查的期限的某种程度上 其实也是对台湾当局最后的一个警告 那其二呢就是大陆对台的调查的截止日期 是明年的1月12号 而在这一天之后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结果就将公布了 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啊 就是大陆对台调查截止日期的设置 就是给岛内台独势力施加压力 稍不此前呢 其实明确的表示 就是如果查出台湾当局实施贸易壁垒的做法的话 会考虑终止或者是部分的终止 这个ECFA当中的这个会台内容 那岛内舆论呢 更是盛传说大陆可能会中断ECFA实施穷台政策 进一步的压缩台独势力的生存空间 对于这个中断ECFA呢 台湾民进党当局呢 显得是蛮不在乎啊 而且还以此为卖点 给岛内民众推销所谓的什么新南向 也就是远离大陆 与东南亚日韩欧美建立紧密的经贸联系 然而台湾当局的不在乎啊 看起来只是停留在嘴巴上的 他们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中断ECFA的后果的 台湾当局的多个部门负责人呢 就明确的表示说 不希望看到ECFA中断 那么对于这个大陆延长对台贸易调查的做法呢 岛内的媒体就认为说 这实际上啊 是给台湾地区民众一个等待结果的机会 那从岛内选举的情况来看呢 支持下架民进党的民众呢 是超过了六成之多啊 那对于这些民众呢 其实大陆愿意给他们一个缓冲期 不仅如此啊 这个为了两岸关系 和岛内民众的感受啊 我们看到大陆呢 不会完全的中断ECFA 会宣布影响市中的一些项目来进行反制 此外呢 除了经贸手段之外啊 大陆还有很多的牌可以处理这个两岸关系 两岸的问题 在延长对台贸易调查之际呢 大陆还推动厦门与金门啊 什么福州和马祖的这种同城生活圈 这就是探索两岸融合的试验区嘛 同时呢 大陆还对岛内同胞发出邀请 鼓励他们来福建省这个安居落户 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 大陆呢 对台湾地区释放了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两岸统一进程 要按照大陆的节奏去推动 原则性 有针对性的普惠措施呢 将会成为主流 而单方面的那种会台的时期 已经结束了 那无论明年岛内选举的结果如何 两岸都必须统一 也必将统一 这就是这种试验的节奏去推动 感谢观看